离开你以后 灵魂却不舍得走 所有的往事都还清晰的在心头 还想站在你身后 哪怕只有一分钟 看着你就已经足够 离开你以后 我的心不停颤抖 就是在梦里 也会想念你的温柔 从疯狂思念之时 直到生命的尽头 是否能再次与你 幸福的相拥 爱的结局 我早已经看透 风中的我 还苦苦的等候 最爱的人啊 如果你是风 注定要连走 还是愁迷 如果想你的我 能否停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就能修理 什么事 都要不停留 我们不停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赞 订阅 打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坐吧 上次珍珍带我一起来这里吃饭 这里的东西挺好吃的 请点餐 珍珍 你来点吧 这个给我们来三份吧 好的 谢谢 我知道你们两个最近都很辛苦 所以今天才会请你们一起吃饭 珍珍最近你母亲还好吗 好多了 谢谢 她听到了好消息 一定会开心的 对 我听明明说你在找亲生父亲 你看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 我已经找到了我的亲生父亲 是吗 那太好了 你的母亲开始好转 现在还找到亲生父亲 真是双喜临门啊 你跟她见面了吗 见过了 好 她看到一个这么优秀的女儿 一定把她乐坏了 可是我还没有跟她说 我是她的女儿 这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不跟她说 我暂时 还不想认她 她抛弃了自己的孩子和爱人 还对我们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 可是她自己 却过得很幸福快乐 我一想到这种人是我的父亲 我就不想认她 所以我就没有跟她说 也许 她是有什么隐情吧 隐情 我也替她找过很多借口 可是我实在想不通 会有什么样的隐情 让她残忍地抛弃了我们 让我们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 其实每个人 都有一些 外人无法理解的苦衷 你最好找她谈一谈 也免自己真的后悔 她以前抛弃了我们 如果我现在 出现在她面前 告诉她我是谁 她嫌弃我 那我该怎么办 不会的 任何一个人 见到你这样优秀的女儿 作为父亲 都会张开双臂 欢迎你 接纳你的 那如果董事长 你也遇到类似的事情 你也会张开你的双臂吗 那当然会的 不好意思 饭菜来了 我们先吃饭吧 私人的事情 以后再聊吧 好 我们谈了不少私人问题 吃东西吧 你们两个知道 刚刚出来的 不记名投票的日程吗 是 不过 我马上要去英国了 就不能参加了 你说过 要向我展示你的实力 让我看看自己的水平 到底有多差 你怎么可以临阵脱逃呢 逃 你会参加的吧 当然 那好 我一向赞成公私分明的 我希望看到你们一场 公平竞争 我会的 我也会努力的 你们两个都参加 这次不记名投票 一定会很精彩 我很期待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我也一样 这个味道不错 吃东西吧 赶快吃 都赶快吃吧 味道真的不错 刚才吃饭你没吃多少啊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没事啊 爸 我这几天 看你都没什么胃口 我真的没事 爸 是吗 爸 我们好久都没在外面 这么开开心心地吃饭了 是吗 爸 上次我和浩薇吵架 我在楼顶上 差点扔掉浩薇送给我的项链 您记得当时 怎么跟我说的吗 爸 当然记得 爸说过 刘远站在你这一边 爸 那这次你也会站在我这边吗 好好好 我会重新考虑你们的婚事 谢谢爸 珍珍 谢谢你 托你的福 我今天过得很快了 爸 我们上车吧 珍珍 你去哪儿 我送你吧 爸 这样珍珍会不自在的 我不急 你们先走吧 好吧 那明天见吧 我期待你在不济平投票中 得到好成绩 我今晚应该或者放映 这个 这是 又 别 没 我 自己 丼 亲 兄 爸 你很关心他 刚才珍珍她说 亲生父亲的事 我心里边 的确有点难受 那爸要是遇到这种情况 会怎么处理啊 我是说如果 如果有一个像珍珍这样的女儿 多年以后过来找爸的话 我会心疼 我会为我自己不能亲手将他抚养长大 而心痛不已 但我绝对会补偿他 补偿 不过 我在想 无论我怎么做 都不能够解开这个孩子的心结 但我会做 我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 我都会帮助他 不过珍珍她也应该理解 她父亲这种心情 我非常理解珍珍 生活在瑞阳身边 得不到父爱 她一定很难受 不过珍珍竟然能够 在瑞阳身边 长成这么好的孩子 你看着那些球瓶 把他们想象请你最讨厌的 然后用力把他们打倒 董事长 灵灵 小灵 你要瞄准了再扔球 你看 把球瓶当做你最讨厌的人盯住 扔出去 看什么 你不是要去英国了吗 是和明明一起去吧 是啊 不想让我走的话 你就抓住我 你愿意让我抓住你吗 如果我爸是大富豪 我们也不可能对不对 你找到你爸爸了 什么呢 这个时候还有心情跟我打仗 上次 你拿的那张照片 是你爸爸吗 好球 下一个球 你就把它当做是我 你击中以后 就可以忘掉我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希望你能忘掉我 知道了吗 嗯 再见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还能和他再见 嗯 哦 嗯 哦 我 一些 我 这 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不是说改变就能改变的 您越是催我 越是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听说真正的情况现在越来越不好 我们没有时间再拖下去了 这是不是猫哭耗子假慈悲啊 您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没有 不要乱想 选这个周日去把灰纱照拍了 礼服选好之后通知秘书室 我问你 妈妈 骨髓移植的捐赠者你是在哪找的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我找过中华骨髓库的负责人 还打听过非法捐赠者 可是我没有找到匹配的人 妈妈怎么这么快就找到了 这一点真是让我很好奇啊 有智者是幸成 我告诉你 妈妈 如果您拿真正的生命开玩笑 我不会原谅您的 在给珍珍手术之前 还要给捐赠人做一次骨髓检查 你们一定有捐赠人的资料吧 医院有责任可以捐赠他吗 我想知道 确实有这个捐赠者吗 你没看到资料吗 在资料上动手脚 这并不困难 我要看到他的本人 你不至于让我做违背医德的事情吗 那就请您告诉我捐赠者的检查时间 这一点我必须要知道 对不起 我不能告诉你 我们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 你开个条件吧 余总队里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说吧 我妈妈到底给了你多少 我可以加倍 我没收到余总长什么东西 请你走吧 你没拿我妈妈给你的好处 那到底是谁给了你好处 我收过了 我没收到任何人的东西 你 你还是走吧 你怎么不进去啊 哪儿不舒服吗 没有 只是心里憋得慌了 头都快炸了 很难受 你见到董事长了 那你跟他摊牌了吗 其实见到董事长之后 只想跟他说的一句话是 我很好 你傻呀 你好什么呀 你忘了自己那么多年 这怎么熬过来的 开始我也很恨他抛弃了我们 只想看看他的嘴里 可是日子久了 又开始慢慢地理解他了 想着想着 就想要见他一面 见到他以后 就想要跟他说 我很好 并且祝他幸福 可是真的见到他以后 我却有一句话地说不出来 我明明就在他面前呢 可是 大家不都是说 血浓于水吗 为什么董事长认不出我来啊 还是他故意装作不认识啊 他那么爱明明 为什么要抛弃我 我心里有好多疑问 可是我一句话都问不出来 你要不说的话 你不觉得冤吗 我一想到他们家人 对你做的坏事 我就恨得牙痒痒 我现在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我怕我说出真相以后 自己都承受不了 你是不是担心 总经理知道以后 会受打击 他应该知道真相 你想想 他是为了谁才和明明结婚的 你说什么 没事 我说你别想那么多了 马上就要做手术了 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嗯 爽 好 多谢 我帮你 我来不帅 我来不安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你知道吧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你和我结婚 真的不后悔吗 你知道我和你结婚的目的 这你也能不在乎吗 明媚 现在还来得及 我记得有人说过 蜘蛛被乱网缠住以后 为了活命必须挣扎 我只是不想做一代弊 是啊 但我会一辈子想着的 今天是什么日子 你非得要跟我说这些吗 我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给你能逃脱 第一日的机会 我 就是想活在地狱里 我知道了 这可是你自己的选择 别忘了 来 两位继续吧 很棒啊 头再掰一下 继续 很棒啊 对 来稍微看好镜头 那边你看好镜头 这里来 主人 来 主人 现在能检查日期定下来了吗 嗯 定好了 一支手术时间 安排待下周五了 好 一个让我救活 一个让我弄死 真是梦境 您说什么 你要把谁弄死 好 没事吧 你醒了 你怎么回来 听说你醒了 作为朋友 当然应该来看看你了 朋友 看见我出车祸跑掉的朋友 怎么样 你身体还好吗 你可真是我的朋友 二十六年前 为了得到刘培 背叛了我 现在 又看见我出车祸 又骑我而去 我跟你的身份是不一样的 我不能卷入风暴 受人以禀 再说了 关键是我打了电话 报了警 你得到了及时的抢救 怎么 不谢谢我吗 嗯 周星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 是摸着你自己的良心说的吗 如果你问心无愧 那好 那你去派出所 告诉他们你是现场的目击证人 不 去找刘培 告诉刘培真正是她的女儿 我看你是最怕刘培知道 真正是她的女儿吧 就算真真 现在出现在刘培面前 你以为 她会张开双臂欢迎她接纳她吗 你想的太简单 二十六年前 可是她亲自抛弃了你们母女俩 你现在就算是亮出真正的底牌 你觉得能改变什么吗 周星 我看你就不要装枪做事了 其实你心里怕得要死 我怕什么 我知道你用钱 赌注了锐阳和小林的嘴 是我是给他们钱了 因为他们用真正来威胁我 那些钱是赌嘴的 周星 我看你就不要隐瞒真相了 智力是包不住活的 我看你是 撞了男枪才回头吧 李明我给你个忠告 如果真相打白了 你肠子都会毁清的 我不知道 你拿什么资本来跟我赌 你女儿的命 要不你用你女儿的命来跟我赌 好好地想想我今天说的每一句话 检查的结果怎么样 这不一句话好大 只是 这是什么 你知道一华厅长 他学问捐赠这个情况 走 我们去你当务室 好 你现在到底在想什么 你见到董事长 不把你知道的事情说出来 你是在等最佳时机 还是有什么别的阴谋 你说话呀 如果你是来做样衣的那边有空写的机器 你现在什么都不说 你到底是什么目的啊 我老实告诉你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想 我只想让我的作品得到董事长的认可 所以在投票结束之前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你就专心做你的作品吧 我怎么相信你啊 你爱信不信 好 我相信你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如果我赢了 你要从我面前永远消失 我为什么答应你这个条件啊 如果真相大白以后 你和我还有浩威每天都要见面 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每天面对我了 我们两个不能共存 始终有一个人要离开 你不是说用作品超越我吗 你一向对自己很有信心呢 怎么 这次你怕了 如果我赢了 你怎么办 如果你赢了 我就说出所有的真相 然后离开这里 你赢了的话 你不仅可以成为 SPA品牌时装削的主设计师 还会成为 心中服侍董事长的女儿 怎么样 这个条件值得你赌一把吧 我不会输给你的 我很享受设计的过程 我也不会放弃我最大的乐趣 而且 我一定要让董事长看到 我的作品 你输定了 如果你输了 就准备好从我眼前消失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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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你想做什么 我为什么来你应该知道 我不能告诉你 作为医生 我有责任 为捐赠着的隐私保守秘密 你认为我手里的资料是什么呢 这是您的财产调查报告 这份资料上显示 您最近购置了一栋别墅 这些资料到底说明了什么 仔细查查您身边的人就知道了 查下去的话 可能还会查到别的 简直是 是我把这份调查资料交给院长呢 还是告诉我捐赠人的检查日记 我不会出现在捐赠人的面前的 我只是想确认 是否真的存在 给珍珍捐赠骨髓的人 明天就是不记名投票 借稿日期吧 是的 现在啊 设计组那边的设计师啊 表现都非常积极 这次明明参加评比啊 也让媒体非常的关注 不断有记者要求采访啊 对了 帮珍珍了解一下去国外留学的事 什么 您要送珍珍出国留学 珍珍答应过我 比赛之后离开公司 但是她今后去哪里 我还是不放心 所以这件事情 你亲自去办吧 是 董事长 对了 这几天啊 有人在买进我们新州的股票 数量虽然不多 但是只要有人卖出 他就会立刻买入 他们可能觉得 浩威和明明结婚是个好消息 不管怎么样 你还是查一查 是的 那我走了 这就是审核资料 是 对了 总经理 刚才 秘书师来电话 说让您晚上到董事长家去一趟 你一会儿去把金博士的 个人财产调查资料 送到综合医科主任室 金博士就是综合医科主任 这么做是给他悄悄警钟 让他明白 我们还可以寄给其他的人 不记名投票 明天就要结束了 算了 我看报纸就行了 总经理 您真的要走了 SPA品牌上市迫在眉睫 这都是您的心血 您现在放弃 您不觉得委屈吗 我一点都不觉得委屈 那您还会再回来吗 回不回来 我还没有想好 倒是在说我 总经理 说我多一句嘴 您真的要放弃 你珍珍去和明明结婚吗 总经理 如果你和明明结婚了的话 珍珍很有可能在这家公司是待不下去的 您跟明明结了婚 珍珍很有可能会被赶走的 她为了进这家公司可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 我离开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她独立 如果她能以设计师的身份 在心中服侍站稳了脚跟 那就再也不会受到我的影响了 您这么关心 珍珍 为什么要放弃呢 我也没有办法 站在我这个位置上 必须要学会以退为进的本事 这个就是你的参赛作品吗 你知道我们公司为什么推进SPA品牌 和国外著名品牌的合作吗 目的就是提升品牌的知名度 价格低廉 但是要给人以高品位的感觉 可是在你这件衣服上 我看不出品位 要是我当品位的话 你这件衣服就没戏了 有这么差吗 设计师不能只考虑降低成本 记住 你的作品已经得到过 我和董事长的认可 大胆设计 放开思路 一定不要顾虑太多 是 今天 是我最后一次见面了 你这么快就要走了 在这个公司里 我只剩下思念 早点走吧 记住 你能行的 我会加油 好 总经理 祝你幸福 谢谢 一路顺风 好 就到这里吧 别再说了 别再给珍珍增加负担了 快走 快走 现在好了 总经理答应我要过幸福的生活 这不是很好吗 妈 我错了 对不起 我不是人 妈 我这两天其实特别想来看您 可是爸说会刺激您 让我过了年再来 妈 你倒是跟我说话呀 妈 瑞瑶 你从来就没有把珍珍当成自己的亲骨肉吧 对不起 这事我办的 真是亲手不如 要是亲骨肉 你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吗 当我知道灵灵做了这样的事情 我一再谴责我 没有教老灵灵 可是你 明知道珍珍的身体不好 你怎么还可以 这样做 妈 我错了 你说你们两个人为了钱 都失去什么 你们两个人好好想想吧 妈 你想让我们怎么样 我毕竟不是一家人了 妈 我是您的女儿啊 您不能这样对我 我是您的女儿啊 妈 妈 妈 我错了 妈 妈 你不要这样对我 妈 你怎么把真相 都说出来 是 我要让珍珍 做最好的医院 做最好的治疗 等她的病好了以后 要让她在自己亲生父亲的呵护下 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我不能再让珍珍 过这样的苦日子 太累了 那我 我和爸爸呢 瑞瑶 身体和你一些背叛 我和珍珍 珍珍 你要重新设计 嗯 是 作作品递交时间截止到明天上午九点 你难道不知道 我知道 那 你想放弃 我的词间里面没有放弃这个词 没有放弃 看来 有丧失资格一词 还设计 喂 是我 珍珍啊 什么 慈珍 今天是你上班的最后一天 交接工作都做完了吗 完了 一起走吧 不行 我还有个重要的约会 那我先走 再见 我会尽快回家 嗯 你为什么记这个东西 你想让我怎么做啊 这么快就收到了 你别这样对我 你们这都是怎么了 那我就把调查结果 寄给院长 我想院长最起码会告诉我 这位骨髓监账人的相关信息吧 再见 既然没有话说 那我就挂了 你现在 你现在过来就能看到全城了 你不可以随便走动 我现在要回家 你需要好好休息 好我知道了 好我知道了 回去议室吧 议室在这边 他这个时候怎么会来医院啊 你真的需要休息 你真的需要休息 你不可以随便在这里 没命 你为什么会来这儿呢 还传着病号服 我身体突然感觉不舒服 过来看一下医生 你不是说有重要约会吗 约会取消了 你不是应该去我家吗 咱们来这儿了 你还好吧 我们去康复室吧 等一下 我有一个请求 赶快出去 这里除患者和医护人员外 显然免进 是金博士叫我过来的 珍珍的骨髓捐赠的人 在什么地方 他刚接受完检查 这时候也在看公室 去那儿看看 刚才 请问一下 刚才做完骨髓检查的人 去什么地方了 他走了 明明 不是不是不是 刚才那个女孩 她做了什么检查 她最近有点疲劳 没有胃口 她做的甲状线 甲状线 喂 好 谢谢 我不会亏待你的 郝伟 出发之前不要问我什么 我不想让你知道真相 太太回来了 张一 家里谁来了 董事长的客人 你回来了 离开你以后 我的心不停转动 就是在梦里 也会想念你的温柔 从疯狂思念之时 直到生命的尽头 是否能再次与你 幸福地相拥 爱的结局 我早已经看透 风中的我 还苦苦地等候 最爱的人啊 如果你是风 注定要远走 还是求你 如果想你的我 只是苍天 却不能让我 用你在怀中 伴着残留的梦 交易时间沉默 只剩下我 只剩下我在身后 只剩下我在身后 爱的结局 我早已经看透 风中的我 风中的我 还苦苦地等候 最爱的人啊 如果你是风 注定要远走 还是求你 如果想你的我 能否停留 能否停留